现在有立委爆料说 国内投信基金对俄罗斯的曝险金额 不是之前投信投雇工会提出的15亿 而是高达了百亿元 就质疑说这是不是有隐瞒 博金管会就缓夹说 这是因为筛选的方式不同 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俄乌战火不断 也烧到了投资人荷包 而且幅度可能还超乎想象 立委高嘉瑜就在脸书上大提报 高嘉瑜说经调查投信基金中 投资俄罗斯债券 金额就高达104亿 和目前投信投雇工会提出的 仅17党目标到期债券基金 金额15.6亿元 整整差了近7倍 根本差很大 债券或债券发行公司的注册地 它是用那个债券那个 涉选国家地区 或债券基金会比较精确 要求说投信投雇工会 未来它的一个资料的栏位要增加 而国内受险手中也握有 1382亿元的俄罗斯公债公司债 国泰金控率先开第一枪 国售增体26亿信用减损 比率13% 富邦男生中国台湾籍星光人寿 则在计算中 估合计六大受险公司 约任列预100亿元 付险部位并不高 只有0.3个百分点 除非真的整个战争恶化 都不可收拾 要不然它没有任何理由要default 因为它default之后基本上 它将来在国地金融市场上的筹资 非常的困难 国内金融业绷紧神经 因为看看俄罗斯债券信用评级 一周内已经连两降 平等直接跌至CA级变成垃圾债 二股还连六天修饰 创下史上最长纪录 不过大概就连俄国总统普丁 自己都怕金融危机 最新核准企业国家 用卢布支付外国债权人 以避免违约 可能有流动性问题的困难 已经获得解决 即使是能够拿回这个部分的息款 甚至是能够赎回本金来说的话 可能这个价值也会出现到 大幅的这个减损的这个情形 二债不会变成废纸 专家认为对金控股来说 只能算中性 不过好在曝显金额不大 今年在各国启动升息下 中长期来看金融股还是大有可为 东森财经新闻 科华民叶子金台北报导 看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